可怜的孕妇女人即将要生小孩 而丈夫却准备用绳子将她吊下来 尽管女人已经痛苦的生不如死 但丈夫还是要给她绑好绳子 看完视频你就能知道要有多性孕生在中国 大家点亮小红心一起接好孕 此时的女人才23岁 但现在已经是第四个孩子 另外三个如今已经59岁 由于她们条件太差 也只能解决平日里的温饱 根本没有钱去医院接生 只能在家里自己生 生孩子时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不少人也因在生孩子时难产丢了性命 再或者是小孩出生后 没有及时得到保护自己 这样的是在老挝已经算是尝试 而且也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预产期 完全是靠自己的感觉 还有就是靠父母的经验判断 接生的人也就只有丈夫和婆婆 眼看即将出世的小孩 她们也感到非常高兴 但女人却在痛苦中煎熬 一直跪在地上死死抓住绳子 咬牙切齿坚持 绳子也成了她主要发力的工具 婆婆以自己的经验不停地挤压她的肚子 希望孩子能够快点出来 尽管女人拼命的时间 但孩子始终没有出来 丈夫在边上也是看得心急如焚 如果你现在即将到预产期 看了女人的痛苦后 你恨不得把孩子立即憋回去 要是在现场亲眼目睹 或许你会很肯定就算打死也不会要小孩 但作为女人如果不生孩子 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看完过程后也或许能给你提提胆量 毕竟看到孩子出来的那一个 你就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此时的女人也几乎躺得麻木 她的毅力告诉她必须要坚持住 要是在这最关键时刻晕厥过去 小孩性命不但保不住 就连自己的性命也不保 在她不断地坚持用力下 只听到砰的一声小孩就掉到了地上 活泼也立即用手捂住她的眼睛 生怕她看到这一幕晕过去 小孩的手也一直举起来 或许是想告诉妈妈我已经出来了 接着就不停哇哇大哭 但此时的丈夫还不敢轻易乱动 生怕弄伤了小孩 听到哭声的三个孩子也立马围过来查看 几分钟后 小孩终于顺利出声 女人也没有发生意外 非常庆幸母子平安 当女人看到小孩的这一刻 所有的一切痛苦都直了